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收看18001电视晚经新闻 我是王欣怡 在新闻开始我们立刻要带您关心 台湾染疫死亡人数天天破百人以上 而今天新增166例死亡个案 今年累积到现在已经有高达4964人 台湾民众因此上命 而今天所新增的中重症患者还有415位 那么引发关注是这一名一岁男婴 确诊之后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笑吼症状 一度紧急插管治疗 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 那么看指挥官曾经缺席好久了 不过他这几天的状况 几个四天始终快篩都是阳性 今天依旧没来 导致医师李敏颖强细在管门当中 谈论他的病情 还说民众重症一定是万幸 此话一出吓得庄人详 罗一军纷纷提出解释 中国对文字跟言论行为的管理 越来越严格 最近疑似是因为之前直播主 李佳琪的坦克蛋糕事件 让中国当局下令要再出军院管制了 包括下针对网络直播组的 三十一项禁令 除此外还打算严格审核 账号的留言跟相关缺线 剩下来临 二十三号用电量突破了历年新高 而台湾美国商会 在二零二二台湾白皮书当中 直接提出戒言 包括台湾能源议题 坦言台湾供电不稳 必须要立刻来处理 不过现在电价涨不涨 也是引起大家关注 包括今天台北新医区 还切户大停电 也让民众担心 台湾的电到底是够用吗 美食的地方怎么跟凶杀案 跟社会案件做连结了 来看到今天清晨六点多钟 在台中市第二市场知名 卤肉饭店家发生斗殴事件 至少造成五人因此受伤 其中一名男子伤重 当场失去了呼吸心跳 送一抢救之后不拒 而被打了一方向警方公称 打人这一边呢 是一行一行十多人 来吃饭的时候 因为无意看了一眼 因此惹起了酒粉 发生冲突的卤肉饭摊 那么事实上在在地飘香 有半世纪之久了 卤得相当入味的控肉 还有完美琥珀色的肉呢 事实上都是让大家垂涎欲滴 火香气十足 那么现在也变成是致命吸引力吗 除了这次的一死四伤事件之外 其实早在六年前 也有社会案件 在家里有一名 开始冰狼店的女店员 三号遇到一名常客 想以点数兑换冰狼 没想到点数还不够 想用欠的 当下女店员开个玩笑 没想到惹怒对方当场被追打 社会消息来关心 在桃园市龙潭区有一间洗车店 二十号晚间遭到一对夫妻 硬床讨债 跟店内泼漆砸电 甚至全程直播 扼煞在讨债过程当中 挨了一剂闷棍 旁边露营的太太 居然大笑场 还问说会不会上新闻 中国海关先前禁止输入的是 台湾石斑鱼跟白带鱼 现在又有新的鱼种被验出 是包装样本上 有新冠病毒为理由 无预警宣布暂停进口一个礼拜 对此被禁的东河食品公司则说 公司相往对岸的商品 已经查到大概是哪个梯次 还会严加的来查验 不过农委会方面则回应 希望对岸可以提出 更具体的科学证据 台湾新冠疫情降温 不会要换成流感疫情反扑吗 根据疾管署的流感预报站 资讯来看 台中彰化花东五大县市 类流感急诊就医人数 已经达到危险等级 对于这个疑问 看到指挥中心发言人 则诚心解释 网页需要做修正 目前社区并没有做监测到这样的情形 提早边境放松 口罩也松绑了国家 且面临流感疫情再升温 包括像是英国 美国跟中国南部几大省份 都有流感预警警报出现 指挥中心表示说 目前国内还没有流感的流行 会密切监测 避免流感新冠双重夹击 对于这个疑问